這期影片會展示給你如果使用免費的方法 在CAMMA裡面去錄製你的螢幕 去錄製你的人像 或者是同時錄製人像還有螢幕 而且我還會在影片的最後去告訴你 如果在CAMMA裡面去單獨錄製你的聲音 這個功能在CAMMA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我會告訴你一個特殊的方法 我是Greyson 這頻道專事發言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吹熱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誰要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還沒有CAMMA帳戶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的連結 CAMMA是能夠讓你去免費使用的 如果說你想使用Carpet的功能 也就是有更多的付費內容 更強大的設計工具 還有AI功能 那麼影片下方鏈接 是能夠讓你獲得30天免費使用的 先我打開了CAMMA了 我可以打開一個文檔 比如說我可以打開簡報 這邊創建一個空白的簡報文檔 先我建立一個空白的簡報文檔了 在左邊選擇上傳 這裡你可以找到一個錄製自己的功能 現在你可以看到我就可以開始去錄製我自己了 這邊進入到了一個新的介面裡面 左邊底下你可以看到我的顯示框 會錄製我的人像 這個錄影框也是有不同功能的 比如說它可以讓你加入濾鏡 這邊會有不同的濾鏡可以選擇 你可以看到我就加入濾鏡了 然後可以調節強度 比如說用一些更誇張的 比如說有這樣的濾鏡也是可以的 一般來說你可以選擇這個自然的風格 比如說選清新或這樣的風格 又或者說你可以選這個效果選項 這邊就可以讓你進行美顏了 像它強度是100的 我可以要變小 你是可以看到皮膚上面是會有些變化的 你可以選擇關閉 然後第三個功能就是變更這個形狀 像我是圓形的 我可以把它變成方形 再調整一下變成圓形 然後這邊也可以選擇鏡射 也就是翻轉 還可以選這邊關閉相機 就可以看到 就不會出現我自己的人像了 再點開一下 就是開啟我的相機了 然後右上角你可以看到這個相機選項 這邊會有三個功能 首先就是相機 你可以選擇你拍攝的相機是什麼 然後底下是麥克風的選項 這邊我可以選擇這邊去開始記錄了 這邊會有一個倒計石 先我來測試一下 CAMMA這個錄製人像的功能 去看一下這個功能到底好不好用 這邊可以選擇完成 在這邊可以播放一下 先我來測試一下 CAMMA這個錄製人像的功能 去看一下這個功能到底好不好用 這邊可以選擇完成 如果說你不想要這個錄製 你可以選擇刪除 如果說你想要這個錄製 可以選擇右上角儲存並且退出 就可以看到 現在我就有一個錄製好的影像了 然後左邊也是正在上傳的影像 然後是可以把它放大的 假如說你不想要這個圓形的外框 你可以選擇右肌 選擇分離影片 下一個可以看到就變成一個方形的 我也可以把它縮小 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圓形的邊框 假如說你不想要圓形的邊框 你想要其他形狀的邊框 你可以選擇元素 然後往底下滑 這邊有個邊框選項 然後選擇看全部 就可以看到會有不同的邊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邊框 然後把這部影片挪斷到這邊 就可以看到會有這樣的邊框了 然後也是給這邊框去加入一些風格化 比如說給它加入一個外邊 選擇框線樣式 選擇框線 然後調整框線出戲 這時候調節框線顏色 比如說選擇黃色 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黃色的外框了 或者說你可以從上傳這邊 去找到剛才錄製好的影片 如果想要對這個影片進行剪輯 你可以選擇這個剪刀的標誌 在這邊你可以調整這影片的長度 你可以拖動它前後端去進行剪剪 這樣中間的這些內容是會保存的 可以點這個保存 但假如說你想要剪剪掉中間的一些部分 那麼會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選擇這個時長 這個時候選擇這個縮放縮圖 然後把它變大 就可以播放剛才錄製好的影片 比如說在這邊我想做一個切分點 我可以右擊 選擇分個頁面 然後再挪動一下時間軸 在這邊再做一個切分點 右擊分個頁面 然後想把這一部分刪除掉 在鍵盤上面按住Delete 就可以刪除掉該片段了 那如果說我想去除掉這背景的話 我可以選擇這部影片 然後選擇編輯影片 這邊選擇背景除工具 那這個功能是需要你伸到CrownPol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的鏈接 去獲得CrownPol的30天的每被使用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了 甚至可以看到我這影片 它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我可以播放看一下 先我來測試一下 CAMMA這個錄製人生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整體來說還是不錯的 背景去除的比較乾淨 然後可以縮小一下 然後放到右下角 然後就可以添加一些內容到我的畫面上面了 甚至等於我可以邊說話 然後邊展示我的簡報了 開開一下效果 去看一下這個功能到底好不好用 現在展示給大家 羅去錄製螢幕 還是選擇上傳 選擇錄製自己 這邊你可以看到如果說我看完文檔裡面 有一些內容的 它就展示到我這邊 然後可以選擇不同的頁面去展示 這樣也是一種錄製螢幕的方式 或者說選擇右上角相機 然後選擇攝影和螢幕 這裡面就會跳出一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展示一個網頁 或者是展示一個窗口 又或者是整個螢幕 比如說可以選擇分享整個螢幕 然後選擇Share 下面可以看到 我就分享我整個螢幕了 然後可以選擇開始記錄 這邊還是一樣有個倒計時 在這邊我可以選擇去錄製我頻道的首頁 去展示一下我頻道裡面內容 然後回到開碼這邊 選擇完成 這邊可以來播放一下 在這邊我可以選擇去錄製我頻道的首頁 去展示一下我頻道裡面內容 在錄製完成之後 選擇右上角儲存並且推出 現在創建了一個新的錄製影片的文檔了 你可以看到 螢幕錄製還有人像錄製是分開的 所以說你可以挪動你的人像 比如說挪動到右下角 然後放大你的螢幕錄製 和剛才一樣 也是能夠對你人像進行調整的 加入邊框這些都是可以的 另外你可以把你領像 去投入到一個不同邊框裡面 你可以選擇元素 往下滑 這邊選擇邊框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裝置邊框 選擇查看全部 這邊你可以看到會有一些 台式電腦 筆記本電腦 手機 這些樣式的邊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台式電腦邊框 然後可以把我們領像去拖入到這邊 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這樣的外框 可以讓你整體的展示會更加立體 會更加真實一些 如果想要脫離這個邊框右機 選擇分離影片 這樣就可以看到這個邊框就被脫離出來了 你可以加入到這樣的邊框裡面 它像一個網頁一樣的 你可以拖路 這可以看到會有這樣的邊框了 然後你可以把它拉大 這可以展示出這樣的形式了 會讓你影片更加有創意一些 接下來給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想單獨去錄製聲音應該怎麼做 還是選擇錄製自己 因為在Cama裡面 無論是說你是否要開相機 都會有這個錄製人像的框的 即使我選擇關閉相機 它還是會有一個頭像出現的 但是我們也是能夠在之後去處理掉的 我先在這邊去寫個記錄 接著本來展示給大家 挪去使用Cama去單獨錄製聲音 然後選擇完成 然後這邊選擇儲存與退出 這裡可以看到 剛才我錄製的文檔就導錄到我畫面裡面了 可以播放一下 接著本來展示給大家 挪去使用Cama去單獨錄製聲音 然後選擇完成 那現在如何處理掉這個影像呢 有種方式就是 你開發變得非常小 小到看不見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種更方便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選擇這個透明度 然後選擇把透明度調成0 就可以看到 這個對話框是消失的 然後可以選擇播放 接著本來展示給大家 挪去使用Cama去單獨錄製聲音 然後選擇完成 就可以看到 用了這個技巧 就可以單獨的去使用Cama 去錄製聲音了 Cama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開始使用Cama 並且接著播放的鏈表 去了解到更多Cama的使用教程 如果覺得這期面對你有幫助 喜歡這支影片點個讚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自更多關於Cama內容 追蹤我IG能夠很有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面再見 掰掰